市長我們想問一下 你們之前的請問一下 你問一下 認真是自己還請教你 請教你 呃 不關鍵傳說 我跟他鬧翻是沒有 不過 就是我們市政府所有團隊成員 大概每三個月聚會一次 到現在為止 每次都有三四十個人來 那他到金華城以後 他到金華去工作 大概覺得很難跟所有團員計势 所以他就沒有來 這也是事實 那現在既然他在這個案件中間涉案 那他自己也願意把過去 他所做的清楚的陳述的話 我覺得這也是好事一見 那現在法 就是說司法正在調查中間 我們就尊重司法調查的結果 那你之前接受專訪的時候 說奉勸柯文哲不要轉交你也不要惹我 那他是現在出了問題 然後你也說他是把責任推給前朝 那他現在你還是這麼認為 呃 我相信 他現在要推責任也推不掉了 那我們還是尊重司法 呃 看司法調查結果 我想所有的責任就會 每個人的責任 個人造業 個人單 呃 每個人的責任我想在這次調查中間 都會清清楚楚 那那個市長我們還想問一下就是說 那個民眾黨這邊說 游書會是會猛打金華城 原因是在幫你卸責 你有這麼認為嗎 我在金華城的過程中間 我互產有功 沒有 我不需要任何人替我卸責 我覺得金華城這個案子 呃 他就是拿你任內的東方文華容積率當作舉例 那從台治光到金華城 你會不會覺得說 黃珊珊都是拿你在當黨建牌這樣 我想他是在轉移焦點 第一個 就是東方文華這件事情 根本不是在我任內 是在馬英九市長的任內 第二個就是東方文華這個案子裡面 東方文華的業者捐了一個公元 然後我們給他25%的容積獎勵 那所以他是容積加25% 而金華城是20%容積是在560上 乘以24%是112 所以基本上黃珊珊所有講的事情 第一個都不是事實 第二個我覺得他在轉移焦點 那你會告他嗎 我沒有必要告任何人 我想社會自有公平 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非常清楚這件事情 好不過我們接下來就要來看到金華城這個案子 現在有7個人已經遭到了羈押禁見 當然這當中的關鍵大咖到底是誰 我們先來看到朱雅虎的部分 他已經坦誠行賄了 他也是這個案子已知第一個認罪的被告 但是另外這個人 柯文哲的他的大帳房李文宗 則是有否認收賄的狀況 現在呢檢方懷疑的是 朱雅虎幫沈慶金在金華城一案當中穿梭打點行賄 好李文宗呢被視為是柯文哲的大帳房 因此檢調單位高度懷疑 他是幫柯文哲處理 還有隱匿匯款 所以說現在北檢為了掌握金流 因此在本週將會再度提訓柯文哲 還有應小薇等人要來比對一下 朱雅虎的證詞 好另外一個部分呢 這個畫面倒是讓這個圓景看到之後覺得毛毛的 怎麼說呢 有圓景透露 沈慶金作者輪椅進北檢 但是其實不需要他人搀扶就能夠站起來 而且竟然還悠悠的吹起口哨 這個口哨聲聽起來讓人覺得毛毛的 好因此外界的解讀是 沈慶金他是否已經轉做污點證人了呢 或者是他早就已經轉做污點證人 這個部分呢將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關鍵指標 好再來呢我們看到針對這個案子喔 其實呢包含了這個議員還是持續的警咬 議員簡書培他就說了 金華城2020年3月17號送出了陳情書給柯文哲 好市長是隨即交辦都發局來做處理 但是很怪的是都發局原本在3月23號 就已經你好要回應給金華城的公文 但沒有想到時任的都發局局長黃錦帽 突然把這個公文的日期喔 發文日期改到了3月27號 好也就是這麼剛好 因為呢就是收到了210萬元的政治獻金之後 才發公文看起來呢給外界的感覺就是 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好 簡書培進一步緊咬了 他說那麼先前護航朱雅虎 痛斥北檢根本找錯人 羅之入罪的國民黨立委徐巧鑫 你還要省引到什麼時候 不用出來洗門瘋嗎 另外一個部分我們再來看到 游淑慧喔他也是針對了這個 政治獻金210萬元的部分有所質疑 他提到了民眾黨是在2019年成立的 但是來檢視一下2020年的總統大選之後的那一年喔 民眾黨的政治獻金賬戶 形同一個非選舉期間的另外一個吸金的管道 好怎麼說呢有三個疑點包含了財團的捐輸 也有可能有官位任命跟對價利益往來的對價給付 好其中呢也是這一筆210萬呢分別透過7個人來捐款政治獻金的上限 2020年的3月10號 柯文哲跟國民黨議員應曉威進行便當會之後 3月17號柯文哲就正式交辦陳情信 3月24號三天之內 威京集團分別透過7位的高階主管 立馬捐輸了這個210萬元的政治獻金 因此呢游淑慧質疑這個時機點很有玄機 還有化整為零的方式也很詭異 更像現賣現收的第一個期款的定金籌卸 好所以說現在這筆錢進來的時間點 更是引發大家的高度之一了 好不過我們來看一下前立委沈富雄喔 他有特別提到民眾黨的未來到底該怎麼辦 柯文哲2028年還有戲嗎 他說呢民眾黨前立委陳婉會去宜蘭布莊 蔡壁如到了台中去蹲點 好這些其實原本都是為了阿伯 但是很快的他們就會知道 幫阿伯布莊是不必要的 選縣市長來幫阿伯2028鋪路 好這條路已經不存在了 這個是沈富雄他的大膽預言 好接下來呢我們就繼續帶大家來掌握這個案子 朱雅虎的部分坦誠行賄 現在呢已經遭到了羈押禁見 但是朱雅虎他何許人也呢 立正傑將軍說朱雅虎是他的學長 他特別提到了其實朱雅虎喔 在等名號在軍中算是響叮噹的 他認為其實朱雅虎就是金華城議案的關鍵人物 因為他是在台北市政府當擔任完這個兵役局局長之後 就立刻轉到威京集團的子公司去擔任董事長 其實包含在威京集團還有在市政府之間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朱雅虎是我的學長 其實我以前在軍中我就認識他 他在我們軍中其實非常有名 大概我們前後這幾期人都知道這個名號 當初響叮噹的名號 號稱什麼北雅虎中某某然後南某某 那他這個幹到少將然後退伍 可是他很奇怪 他這麼優秀的人為什麼少將然後副司長就退伍 沒有當到司長然後就被退伍 那個時候是被那個老湯湯耀明叫退伍 那個時候老湯當總司令 然後特別安排了一個他的學歷去當他的長官 那在我們軍中來講以前我管你 那今天變成你過來當過長官 那就是很明顯把他逼罪嘛 結果他就退了 這麼優秀的人為什麼會被老湯 整個用這種手段來逼罪伍 但是大家注意到他的職務是什麼職務 他在軍中 不是他在台北市政府是兵役局局長 兵役局局長跟兵役科長不一樣 兵役處長大概現在除了六都裡面 除了台北市是保有這個兵役局局長以外 其他都降為兵役處長 處長是事務官 也就必須要經過國家考試 才可以擔任的公務人員 那局長不是 局長是這個政務官 也就是說我當市長我就可以選你選哪一個人 就是跟政策可以配合的 他就可以來當局長 那很奇怪為什麼台北市政府 一直保留這個兵役局局長給朱雅虎 你就知道這個人有多厲害 那其他的包括桃園高雄 都已經降為 甚至於有些是降為兵役科 是這個民政局下面的兵役處的職務來講 那為什麼只有他可以保留是兵役局局長 而且從郝龍斌時代 這個到柯文哲時代都用他這個人 你說他有多這個多麼的靈活 從這些事情就可以看得出來 特別保留一個局長這個職務 讓他以軍人的身份來擔任這個兵役局局長 然後完了以後你看看 之後他還可以到清晶集團 去當這個底下子公司的董事長 那你說他是不是很關鍵的一個人物 他在這邊可以當局長 然後馬上這個局長一離開後到這邊當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關鍵人物 還真的就是朱雅虎 因為他兩頭他都很熟 他跟柯文哲這邊一定很親很熟 那他跟魏晶集團那邊也一定很親很熟 所以說而且你知道他現在坦誠犯行 我覺得可能性很高 誠誠為什麼 因為行賄罪本來就不高 行賄不是很高的罪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如果說我覺得關鍵人物就是朱雅虎 但他行賄給誰呢可能是一個重點 對現在關鍵就是他行賄給誰 他不見得行賄給這個柯文哲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超級貓 好 好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好 好 坦白